《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山山來遲》 我是方國珊 歡迎大家來到逢星期一的《山山來遲》節目 今集是繼往開來 繼續由我們專業動力 蒲偉榮職 Hello 早安 蒲職也跟我們一年多集 講關於樓宇維修的延續篇 今天蒲職是否在講關於僭建的問題 是的 這幾個月令我很迷惘 為甚麼迷惘 你面對甚麼問題 很大問題 一方面因為暫時在從事市區更生行動工程 我就要幫事件局也好 或是幫法團主 希望可以取締到一些僭建的問題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應該可以做 但因為現在 要讚一下你 蒲職 因為你要處理一些僭建的問題 可能某些事情我想說 我不是盡言 首先規矩不對 或是不合那個條例 當然要處理 是的 但也有一定的居民受到幾大的滋擾 你其實是幫了居民 是的 起碼他有專業的意見去給他 沒錯 因為我們從事樓宇維修 如果不可以把樓宇維修清光 其實我們做樓宇維修的時候 是有很大問題的 但我想請教 如果你計算全港 有僭建問題的樓宇 不要管它新界還是香港九龍 全港你操略以你的經驗 佔多少成 我想沒有什麼樓宇沒有僭建 那就大件事 是 因為坊間傳聞 甚至我們那個三司十一局 也差不多 這個真是聽到 這個真是屋宇維修都要 傳聞的 不過其實我們的社會 對於僭建的問題 過去十幾二十年 可能我們的地少人多 很多可能發生在什麼呢 露台開放式的 就找一些鋁窗封了去 我最覺得奇怪 屋宇維修長說 歐耀佳 不是 歐 歐 某 他就說 那隻 烏式的窗門 就說可以 掃描 我覺得 是否屬於結構 就我自己 我的專業看法 跟他有出入 是 不過其餘 除了露台 鋁窗 譬如 冷氣機的支架 天台的搭建物 甚至招牌的高度 或者大小 水喉的接駁 是 我想層出不窮 說也說不完 是 因為我現在這方面 除了搞 樓宇更新大行動 也有一些 私人的工程 見到不少 私人業主 他搭了那些 簽建物 十幾二十年 傷害無事 又有什麼危險呢 他又要問我 我又很難跟他說 對我來說 如果可以幫政府執法 就要執法 但你說要問我有什麼 道理 我又暫時想不明白 所以我個人來說 面對這個問題 挺迷惘 左右做人難 其實某程度上 居民的訴求 你又理解到 其實他們的角度就說 沒有即時危險 可能在地下 沒有影響到 不是很大影響到其他人 為什麼要去到這樣行 追得那麼近 有些甚或釘契 但是以往我們香港的建築物條例 其實就受屋宇署的一二三個條例管制 當然最大的就是屋宇署署長的執行權利 接下來就是香港 譬如九龍新界 香港九龍的問題 至於很多居民可能擾亂了 我現在仍是覺得有分歧 在新界 首先由這個 規定是一二一條例 是規管的 即是新界小型鄉村屋宇的條例 就是一二一張去管 其實就不是屋宇署去管理 當然有些建築物 是Work in progress WIP 處理緊的 如果你即時打 投訴一八二三 便屋宇署來 但問題是 如果一般 即是重點 黑點去處理 處理一條村 一些潛建改建的問題 都是地政署的 用一二一張去跟進 明白明白 這就是我自己 在社區面對的 一些基本問題 為什麼呢 最近看電視 看到在新界那些 村屋或丁屋 他們的潛建問題 手法可能有些少不同 很多市區的業主問我 他們都是三層高 或四層高 為什麼他們跟新界那些村屋 那個待遇又不同呢 我又解釋不到 這個符跡斯你問的問題 很多香港現代城市人 就有一種看法 就覺得 為什麼新界原居民 有一種特別的處理方法 好像始終與眾不同 事不離實 如果有讀歷史 或者知道他們的歷史背景的演變 新界其實有很大的土地 特別在當年 在英政府的時候 它是租借地 而我們港島那邊 根本是佔據了 根本都不用跟你租借 新界那邊是租借 很多原居民 他們是有些紅頭契 即是大青年代 他們真的有地契在那裡 香港就被人侵佔了 甚至逆了權 很多 除了全香港有兩塊 是放棄的 一個應該是聖John Church 在中環 在花園道 另一個我忘記了 你有否印象 總之全香港 只有兩塊土地 是放棄的 即是永世不用交地租 因為其他所有 是英政府擁有 直到1997年 你回歸的時候 就還給我們港府 和我們祖國 以一國兩制去持有 去主理 或者我們打理我們日後 我們香港人本土的事項 講回新界為何有個特權 其實他不是特權 而是他以前 阿泰公真是真金白銀 買了土地 而他是在立租 那這種情況 這是其一 第二就是 當年 英政府 即是說英政府 他們在新界發展的時候 當時成立了一些鄉議局 他們在談 他們要大量精用土地 去開路 起橋開路 發展新界 用一些不合理的金錢 去收地 即是等於現在 有很多青年人 八九十後 你捍衛蔡元村的福祉 其實是對的 但當年 英政府 港英政府 他收地的時候 條款其實都幾苛刻 說收就收 但是 我亦都在感謝新界原居民 當年 亦都是他們 將一些很重要的土地 是 叫出售了 或者用一些廉價 當然 其實 如果現在肯定是 大發展商 如果不賣 就變了 開橋 收路 變了 令到我們整個香港的新界的版圖 是得以發展 對 包括一些鐵路的地方 但是 九套山的居民 可能就是這樣說 他說他們都是新界居民 九套山的居民都是三層高 他們又怎樣 我想要說 好像昨天為例 我們看到 不要說是九套山 在香港薄芙林 薄芙林的村 亦都有一些原居民 陳女士亦都說 他們拿著的契 本身是大概1905年 他拿著地契 首先 屋契土地的註冊方面 其實我自己都接觸了二十多年 土地的查冊局方面 其實在過去 港英政府的年代 那時候 我們 香港最終是用李文虎的架構 後及後 就轉了做地政處 李文虎是混合兩飯 除了 打理居民的生活 那時候 以暮農為主 有些是漁民 香港以前都很窮 在新界的地方 李文虎做甚麼呢 除了管理居民的日常生活之外 改善生活之外 他亦都處理地政處的事 是混合在一起 當年其實看到 很多新界原居民 就沒有屋住 建不設那麼多樓 政府就在我們的市區 建第一期的 廉中屋 廉中屋 最主要是給九龍香港的居民住 是 而新界的時候 爺爺爺爺爺 沒有錢自己拿瓶 拿瓦去搭建 但是監管上出現了問題 後來就給他們一個牌照號碼 但是他們就輕建一些屋 譬如你有時見到 有些小屋 有些S字頭牌 那些就是一些牌照屋 是當年 在港英政府年代 之前沒有物業管理 即是連地政處都沒有這件事的時候 大家一齊已經為了一些實際的生活需求 是處理了這些問題 所以其實也有一部分是一個歷史的問題 第二件事 土地的問題就是 正如我剛才說 大部分新界原居民 他拿著的地契是1898年 1898年甚或再早 他們當年就是用 請那些外籍的印度籍的傭工 就幫忙就叫做量度地 做量地官 然後數一下你多少畝地 在我們一個集在官批地裏面 就寫下你是多少 0.04公里 他們就說4畝地 你現在就等於我們用435.6 大約有1,700呎 人家就是納租的 例如納2號紙 這些都是歷史流下來 其實是有根有據的 所以首先要講清楚 當然也不是全部原居民的村 是沒有在香港和九龍 譬如很出名的一條叫做牙前圍村 這裏就是九龍的 一個真是原居民的村 但是也是因為過去 村民整體在香港九龍 就沒有新界鄉義局 他爭取的權益 可能也有些發展商慢慢收購 搞搞一下就變了種了 至於薄芙林村 在香港 這類又沒有一個村代表 或者一些鄉事的朋友去幫忙 我又不是很見到 所以可能這個我不太認識 但反之在新界鄉義局那邊 譬如我以前 我有個帶我出身的前輩 也是前鄉義局的主席 以及新界總商會的名譽會長 張仁龍先生 當年我們跟他做了很多年 變成在新界的土地 和業權組成的 和歷史背景 是有一定的認知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說法 很慘 變成我很難和市區的叔伯兄弟解釋 要去看我們今集的山山來遲就知道 是的 你想想 我在香港做了十幾二十年 我覺得是不太明白 但如果我們面對屋宇處的同事 和他談 有時我很慘 有時要他執法 但他不執法 雖然我這樣說 話雖如此 有這樣的歷史背景 但我認為 因為我們在小型鄉村屋宇的條例 是在1972年 當時在我們港督麥里號的年代 亦都配合了 幫助新界原居民 訂立一些房屋政策 變相這個政策 其實是可以修訂的 1972年的時候 真是每個所謂 申請原居民的丁屋 其實這個也是等同在市區申請居屋 一輩子人 就是每一個香港市民 其實你都有權申請居屋 但在新界而言 他們就有兩種途徑 一 你就要有土地 第二 你就可能要申請政府的官地 兩個隊牌是兩條隊來的 只要你在政府任何居屋的情況 或者你在官地的情況 拿到一個居住權 你都損失了另一邊 所以你說是否多認識 多了解 姑密論他有這個排隊的權益也好 他也是需要太爺 爺的年代在1898年這條村 已經是在香港有祖先在這裏 在陸地上要說 如果漁民沒有 漁民如果你在船上 是沒有這個居住權的 是這樣的 如果你在陸地上是有土地 爺的代是有這個土地 你留下來才是有權在新界那裏申請 雖然這樣說 姑密論他們是有權與否 但我認為當1972年打後 當地政署確立了這個小型鄉村條例 大部分屋羽應該都是管制於三層高的高度 當年是25呎 現在放寬到21呎高 不大於65.03平方米 即是700平方尺 有些地方如果你是私人土地 而那個地方是不足以起700 還要起小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有規管的 我又覺得如果你說是膨脹適備去處理 或者是真的我覺得是不適宜 對我來說很多業主都跟我反應 林鄭月娥 林局長都不一視同仁 人家是僭建 他也是僭建 大家都有一間天台屋 為何會村屋 只要不大過一半 就可以容忍登記 為何我們市區的天台屋全都要拆掉 那就很不公道 沒有 我想執法應該是一視同仁 不過有緩急先後 我過去看到大概 如果沒有記錯的數字 全新界的村屋應該有六萬多座 這個數字也不少 但是他們有一個說法 都尚且是理解的 就是因為他那個村屋三層高 那個影響即時危險就沒有那麼高 你亦都會說回來 有些立法會議員自己家裡 譬如好像康樂園為例 他都沒有即時危險 不過問題就是 誰叫當紅呢 人家就變成在執法上 就要矛頭指著三屍十一局 十二局 有一局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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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是改了 或者有些其他立法會議員 或者為何會在黃大仙山上 擺個貨櫃 亦都有意見 所以總管來說 我覺得僭建的問題 喚急先後 特別我和蒲織斯 在專業動力的運作裏面 亦都看到很多居民 特別一些比較住宅兼商業 都能夠共融的 一些四五十年代 四五十年樓齡的屋子 就好像我們上一集說 在上水的市中心 亦都有一些樓房 是面對一些消防的條例 其實我覺得 一切都是以安全為首要 維護我們市民的安全 才是最重要 對我來說 可能有些聰明人士想提議 有沒有機會特赦呢 大家都同樣煩發了這麼多年 如果特赦自首又怎樣呢 我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香港官字又有口 大議員都有幾個口 雖然我也是議員 不過我又這樣看 有時有些事爭拗得太重要 浪費了我們議會的時間 和政府的公帑 亦都擾民 我反而覺得 這件事真的不知道 可以大家談談 在國內 甚至在上海北京 你看到 他們以一些商住樓 有些商業的建築 現在在上海北京很流行劏房 他由商業的建築物 改造住宅式 但是政府理解到 因為法例跟不及社會的進步 當然小政府 大市場 你怎能夠有這麼多人力物力去監管 既然在之前有漏洞 有漏洞 他們一刀切 譬如說 我在2008年前 或者在2011年 今年 6月前 一刀切 包容 暫緩 所有就承受 其實這個情況 在香港 地政署當年都有這樣的情況 我還記得很多村屋 其實以前是兩層半高 兩層高 他很流行以前建築的建築 做法 就是用地牛建旁的牆身 以前哪有這麼多釘板紮鐵落石屎 石屎也沒有這麼多 當年建的村屋很多用地牛 第二層面的鑽板不是用石屎 你還記得用什麼 磚 竹 還有工字鐵 還有木板 我們現在 譬如我在新界 看到很多 譬如在西貢 北區 都有一些村屋 他們的樓面 是用木樓梯上 然後樓面 我們就是用工字鐵 然後用木板 所以有白毅 有很多都 不過他們其實都會 嚴格來說 你家村屋是潛建的 因為樓底過高 超過了三米 應該計算兩層 他們以前的舊契 多數是 如果舊那隻 即是有GN364 他以前是沒有露台 中間其實只有兩層 他的樓底應該是大約17呎 17呎 就是中間 你想想擺16 八呎幾九呎 他們當年很流行 就是中間整個角樓 加這塊 應該是潛建 但當年 這個就是 李文虎的年代 亦都有一些叫 tolerate letter 每年其實有補價 有些我見過有些個案 就是每年補10萬元 其實一個tolerate letter 即是容忍信 容忍子 就不是同意你做 不過是容忍你 其實這個個案 帶出來 和我們祖國的處理方法 都是比較 沒有那麼擾民 但這個世界很沒有天理 香港的一個個案就是這樣 他自己在國際上 遷不著樓梯 被奧義捕捉了 他要拆 但他投訴隔離 那兩個戶人 還有一些簽記 阻止他的徒生公路 又說沒有即時危險 又不拆 變成一個業主 現在經常都很尷尬 為何他被人罰 那時就罰得那麼甘 他要求真章正義的時候 我叫他回覆一覆信 說沒有即時危險 就不存在 所以經常都很難說 你剛才說的問題 剛才我開箱便宜說的 就是WIP Work in progress 如果建築工程正在做的時候 通常就招惹很多鄰居的投訴 一有WIP 你正在做事 本來有承認的 例如剛才我說 你那個國仔 所謂國仔 是用木板搭建的 可能你十幾年前 他就弄一封容忍信你 是 但今年如果你當你轉手了 或者賣了 或者你甚至自己重新做裝修 你會出問題了 沒有 他們都是大家簽建了這麼多年 但你是不是裝修 沒有啊 裝修都沒有 就是被人舉報 然後屋主出來看 無端端就入罪了 我這樣看 剛才葡織你說的這個個案 跟我的一隻又不一樣 我那些 譬如1980多或七幾年代的那些 村屋其實 他真的有容忍指 他出了一個 信證書 你變了 其實是政府知情 就不會說你有需要舉報 但政府說明 如果你要裝修 你一動 你就要拆了 是的 那等同呢 其實這個個案 我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消防條例也是一樣的 當年有一批八幾年 即大概二十年裏面的商業 和住宅的物業 其實很多地鋪都有一個 是一個 的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消防署容許 如果假設 因為通常地鋪的樓底 好像我們今天的studio 那麼高 有十七八呎 樓底高 如果十七八呎 很多時候 以前的商戶都會搭建一個國際 一定兩層 搭建一個國際的話 你的消防條例的花灑喉 一定是樓上的 層面有 樓下沒有 在前幾年 消防署有一個容許的做法 就是如果你肯在他投訴的情況 限制的時段裏面 你是加回那個花灑喉 他就給你 他就給你包容 或者容許信 那一樣是解決的問題 只要你肯去處理 但是問題 起碼他都解決了消防的問題 我覺得這些 就是應該 有一些 立法會議員 他就一味當著 就說 為例為例為例 但是 實際 市民的需要 也都應該要諒解 我覺得 如果 在兩者 平衡到一些中庸的地方 做到事 其實我覺得 更加是衛及市民 是啊 但是如果 更加有些人士更進取 一步就說 我自首 我願意罰款 或者交融隱廢 其實政府應不應該考慮這個方案呢 埔積斯你講這些問題 其實跟林鄭月娥局長 她早前在公開也有講過 例如有些村屋 它是天台搭建物 本來是700呎 你細於一半 會否設備了一個緩衝期 讓你自律地報告 亦都減少了前線同事 現在其實屋宇處或地政處 是要大量聘請人手的 是啊 因為我們還記得我們的高官曾經有時 做完肥雞餐給我們的公務員 好像醫護界也是 變成他們瘦了很多 如果這一下子為了處理僭建 你就真是 益了很多我們做工程界的朋友 一定有公開 但是說 根本做不切 可以說 因為你現在 每一個部門都說百多人 現在你剛剛屋宇處都說 請了百多人 你百多人怎樣做 你只是香港的六萬多 即是新隔六萬多間村屋 所以可否會有一個自首制度 可能請一些專業人士 自己代表業主 自願去講清楚 他的屋子簽了多少 然後他願意加回佛款 希望換取三至五年的緩衝期 這個會否是一個方法去解決 即是好像公屋一樣 如果你自首是一個庫戶 你要交雙倍租監 你就可以住下去 那會否是一個解決方法 我覺得你這個建議 都應該由政府部門去長加考慮 說笑又不說 好像昨天一樣 我們香港政府 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你聽聽昨天 連那些暑期工的哥哥仔 你到大嶼山 你一旦旋律 你一旦旋律 你也看到前線的人員 是面對多少困難 只是被狗追也嚇死你 其實這個問題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政府又難 人手調動的時候 也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反過來 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其實也有其他相關的考慮 除了人力物力去處理 那麼多的遷見問題 我覺得也是適合考慮清楚 怎樣緩急先後去做 否則真的佩了夫人又接兵 我覺得這個問題 遷見這個問題 我們是否應該解決 或者是容忍 因為我們清楚我們的方向 才想到怎樣做 因為如果去解決遷見 其實是不難的 每一次買賣樓宇的時候 就要跟外國的制度 有一個探討員或職司 簽回一個證書 你作建築物是完全沒有遷見物 才可以買賣呢 那你的問題一定可以解決得到 這件事我們是優惠說的 譬如浦職司或工程師也好 我們看到全香港的專業人士 我們都希望幫到市民手 去處理這些潛建問題 但是無論在專業角度 以至到政府的前線人員 其實你全部倒出來 一次過也都不可以處理 譬如說我給你半年 肯定你處理不到那麼多個案 所以我覺得值得讓立法會員 想清楚除了你謾罵 只會罵 說這些是有歧視或偏袒之外 其實你有沒有建議過一個 真是解決的方法和解決呢 這個很值得大家網友去心思 現在我很慘 我每一天面對街坊 他現在告訴我這件事 應該拆還是不拆 收了一個命令 應該理他還是不理他 對我來說 始終政府現在沒有一個清楚的立場 也很難告訴街坊 但如果我們維生層樓宇 我不拆掉天台 我拆掉所有潛建物 我便沒有辦法去進行樓宇維修 是 說回我們還記得 我們還記得 胡織師 我們在專業動力 早前亦都搞了一個講座 和一個發佈會 就是講綠化村屋 為何會由村屋開始做起 就是因為我們的尺寸可以小些 去做一些概念 令到環保意識更加強 還記得為何我們會說 有一些元素 是我們在一些 行程中討論 就是有很多居住在村屋 不一定是原居民 有些也是城市 我們香港的市民 現在都很流行 很喜歡住在一些低密度的地方 他們很多時候 在一個生活的需求下 例如可能天台的溫差 跟我們三樓的溫差相距很遠 特別在炎熱的夏天 可能溫差出入有六七度 只要你搭了曬棚 為何它搭曬棚的原因 就是有太陽直接照射的原因 我們亦都在環保陸化村屋的議題上 就是有羅列了幾個項目 有些建議 為何呢 如果我從天台開始做起 真真正正可以給居民或業主 有一個舒適的居住環境 因為這些附加設施 好像開國發展商沒有想過 業主搬進去之後 可以隨時自己的需要 或者居住環境的改變 可以將這些設施加上去 例如曬棚是一個比較好 例如進展一些可以做溫室 在上高可以種植樹木 種植花草 或者草坯地 令整個屋的溫度可以調整低 如果牆在外邊 加一些花棚 或者一些Vertical Greening 垂直式的綠化種植地坯 這些可以是隔熱的設施 但如果增大了長生面積 如果政府又不給豁免 這些變成是一些僭建 例如我們做一些環保的排水系統 或者一些雨水收集系統 需要一些機房地方 或者一些地方需要做接駁 政府這些地方都需要給我們一些寬免 我覺得如果對政府來說 如果覺得這個業主或者這個居民 做一些真的為自己的居住理想 而是作出一些調整 而有些專業人士可以認同 或者幫他做環保的測量 或者是檢測 而證明這是一個真正的環保設施 應該是一個寬免 明白 其實墨積斯也來列了很多項目 我還記得現在福島核電洩漏問題 究竟香港市民都很關注 是否應該要重新審視核電 是否最理想的一個乾淨能源 所以其實與此帶來 亦都是很多人都關注一些再生能源 包括可能是太陽能 或者風力發電 是否合適在某一些屋宇的頂部 或者其他屋身去做這個太陽能的接駁 這些都是一個好的考慮方案 是的 因為現在 中電很簡單 好像有一個比較龐大的計劃 想在海洋上做一些風力發電系統 樹在一支風車可能已經過了一億 但問題是 如果我們將億元把它打散 在每年新建的丁屋上 可能做一些小型風車 或者太陽能板 得到能源效益可能更加好 以及鼓勵人身體力行 可以將能源自己製造 以及不用太多發射的原料 是的 除了剛才佗積斯說的 太陽能風力發電之外 實際中電亦有電網計劃 當太陽能或風力收集之後 它要配合一個電網去儲電 令到收集了電源能夠適當利用 實際中電在一些屋邨 在一些屋邨和學校的頂部 實際上已經做了 唯獨是未能夠積極普及 所以我覺得是很值得參考 我記得在村屋那裏應該是值得做 因為我最近都幫一些小學和中學 開始在屋頂增加綠化草坯 可能會加一些太陽能板或風車 這些是政府其實有資助的 可能每間學校有50萬 如果他拿這些錢或一些政策的寬減 給回一些村屋 令到他可以在環保這裏 盡量分力就更加好 好像現在我們就算在市區 只要你有申請的話 政府都可以用你發水大約10%左右 這件事是否一樣都可以 供應在丁屋或村屋身上 如果證明這是真正正的環保屋群 是否可以將建築物稍微放鬆 令到居住的空間 或者將來應用的設施 更加靈活 你講到蒲職師 你講的是否真正的環保項目 反而政府當年在一手樓 就做得很鬆 怎料搞到現在的真正的用家 即是我們二手的小業主 真是小業主來的 他們個個都是因為 死坑死底買了一層樓 自己香港寸金尺寸土 所以很多時候 不知手痕還是甚麼 都要加了些東西 令到生活有所改善 這些環保項目在後家 反而出現了一個問題 反而發展商起的時候 你就真是被它發水 真正發水 但我自己覺得 即是如果真是能夠有能源效益 是有那個 是有那個 即是做得到有這個效應 譬如說真是涼度到 做了這些 綠樓屋 之後你真是 令到的溫差 可以減到六度 你開小很多冷氣 對得住地球 大家都是地球村的一份子 這樣的話 是應該除了有資助之外 亦都應該是要在那個 政策上拆牆鬆綁 給到一些空間給市民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亦都應該要在那個 差央地租道 其實有些誘因 應該幫助這些 支持環保的市民 因為其實環保有代價 其實他們的建築成本 一般都多於10至30% 視乎你怎樣積極法 所以我還記得一間村屋 如果那個太陽能的熱水爐 都要三四萬 你買了這個太陽能的 有發熱板的一個熱水爐 你要用多久才可以回本 回電器的電費的本 其實這些都是支持環保的市民 考慮大而政府沒有積極的資助 是的 因為現在的能源 或者天然之源越來越短缺 大家還記得幾個月前 其實我們中國 中部是缺水的 整個湖是乾了糖的 現在看看東京 現在可能每晚要輪流停電 所以有水有電就不是必然 現在我們在幸福 真的要珍惜 還有剛才浦漬師說 有水有電就絕對是真的 因為我們現在全香港 是用東江水買水 而祖國是用八萬億噸 每一年去處理這個水源的安排 但反之正如剛才浦漬師說 其實真的有很多國內的同胞 都現在面對缺水的問題 所以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 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糧食 大家不要開玩笑 有空在天台中種番茄 種辣椒 種菜 幫助整個中國 因為我們在香港 自己種回自己的糧食 就不用用了 港大中國農民的地方去種 也減少碳排放 因為你越多運輸 你越是令到 卡本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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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始終來講 如果我們真真正正 是做一個環保檢測的話 其實我可以計得到 一座村屋它的碳排放 它的增入值或排出值 是否可以將它平衡 如果我們將它做到最理想 是零排放的話 我們對這個社會地球 就非常之有貢獻 你說這個零排放 我真的要順勢 就是省一省環境局 昨天大家都看到 在膠袋徵修行第一波之後 背心袋就少了 那些不織布袋即時就多了 今天邱騰華局長也承認了 在傳媒再三追問情況下 激到我們死了 終於發現有七成 多了七成的垃圾膠袋 對不起 是不織布袋的環保袋 是扔了入堆填區 多了這麼多 其實真是 一用多了三成的膠 我都尚且不要緊 以為是環保 但誰知道市民用完環保袋 亦都扔了入堆填區 是構成堆填區加大壓力 是超過七成 我覺得這件事 是真是很大問題 寶姊 真是叫不是零排放 是啊 我想說這個特區政府 現在做事沒有什麼目標 我都很難跟得到他們想做什麼 真是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 正如我早前也有說過 香港真是一點都不環保 是啊 我都以為是因為垃圾回收那方面 誰知道 只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年的 去年的一個膠袋精稅 落實了之後 你帶來的後患原來是這樣 我自己也是覺得 我們住近堆填區的居民 真是怨聲在道 即是這樣的處理方法 在無論教育或者配套方面 你真是有問題 因為整個社區 或是屋村 你一定有一個發展的理想 變成所有垃圾 怎樣去回收 你一定有一個方法 或是一個方案提出來 現在我們是建了一層樓 才想回頭 那就不合理 所以早前 寶姊斯也有說過 他們有一個 我們香港有一個叫Beam Plus 兼且是一個Green Building Council 他們的做法 亦都是希望 所有新建規劃的建築物 亦都要引入這些元素 包括環保和回收的地方 你都要建設 是啊 我還記得寶姊斯你說過 社區回收站 是啊 你們做到這些 新建築物 才能解決垃圾回收問題 令整條屋村變了很多 零排放 是的 沒錯 譬如我舉個例 我自己有很多玻璃瓶 真的合當有地方擺一擺 然後就可以給玻璃瓶回收 是有發展空間的 即是成本效益的問題 你有很大的量 儲到它才合乎 這個運輸成本 這個其一 第二 譬如我有很多圖書 我想在社區送給人的 你都要有地方擺 或者可以回收 或者乾濕垃圾 你又如何去收 所以早前 寶姊斯和我們 都在專業動力的統籌下 亦都去了台灣考察 是的 因為看到台灣人 或者他們的回收 其實真的很積極 真的很感共 每晚都是家家戶戶戶 站在門口拿著垃圾 等垃圾車來 其實這些生活習慣 我們絕對可以培養得到 不單止培養 葡織師 個個居民 台灣的 台北的市民 他都認為 支持政府在廢物回收 是一個令到整個社區 推廣成一個 是零排放 垃圾不落地 一個可持續發展的 一個環保城市 會引以為榮 但是我們 你看到政府的政策上 他是不監管 如果居民拿了另一包 例如我今天收緊廚餘 你拿了包膠瓶 他不收 你要做到這樣 人家才會聽你說 你沒有監管人家 怎樣理你 是的 所以說 這一定是政府大頭 有一個動力 慢慢地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新加坡也好 台灣也好 都是中國人社會 人家做到這件事 為什麼台灣可以 而我們香港做不到 所以 全民起動 甚麼都是假 第一 在環保智能方面 我們真的要多做功夫 是的 其實去年 你還記得 如果我們不是說 停廢令堆填區 說到 口水都乾 路政署應該要帶頭 先支持一些 在招標工程中 先支持一些 有環保回收玻璃瓶的 概念的玻璃瓶 根本如果不是有堆填區 這件事 廢令 根本政府也是 立立落落 哪有空幫你們業界 有得你們自己死 到時誰肯收玻璃瓶 現在你看看灣仔 一些蘇豪區 蘭桂坊 你看人家收玻璃瓶 很痛苦 為什麼呢 玻璃瓶收了 是不值錢的 第一 第二 就是買原材料的玻璃 比回收還便宜 但是 這是用者自負 是我們市民 提供了成本 所以 如果我們再把玻璃瓶 大量扔去堆填區 差不多現在玻璃瓶的廢物 玻璃瓶本身不是廢物 但是已經佔了堆填區的三成 所以你說這個容量 還要說 一個玻璃瓶是要一萬年才可以分解 真是千秋世代都浪費了我們的土地資源 本來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 只要環境局和發展局合作便可以 只要環境局承認這座建築物 因為用了這些回收的材料 做了那些磚也好 或者見到材料是有分數加的 政府就可以 要不就減免你猜想 或者在地積比那裏可以放鬆你 那你有因自然會有人大量採用 對 這些就是真是智者之然 希望大家 政府部門 其實我們香港市民真的很坦然 我們是雷民而已 但是一件事就是 心想為香港好 怎樣可以做得好 我們建築師無論入職 做改建工程也好 新建工程也好 只要計算建築物的環保指數 譬如幾粒牆 可以用到幾粒磚 我們要計算指標 只要達到某個指標 政府會承認這是一個綠色的建築物 就可以轉介去猜測股價處 拿一個特別的評分 在這裏我想插句 環保指數 蒲職師說得很對 如果是正面的環保指數 就有分價 但反之除了建築費物 我們是徵收費用之外 其實反過來環保指數 應該有些負面的 譬如舉個例 很多商業的一些發展 特別商場 有些所謂地產霸權的發展商 他就要求他們的商戶 不夠一兩三年 就要從你重新拆過 酒樓食肆的裝修 有些什麼名牌店 因為租約期滿 你就全部拆完 拆到是叫做 Back to White Wall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完全是違背環保的理念 這件事怎樣去做得好些 可能去歐洲的貸牌貨買賣 例如這層樓 貸牌貨或廢物牌貨是低的 政府應該津貼 如果建築物的環保指數低 或者是太高的 我們應該加重 可能是雙倍收的差項 這件事我真是振奮 因為早前我自己都在某一間大的發展商 在房署上市那間 現在一路猛收購一些商場 大的發展商下底下 我都深受其害 因為我自己一個小商戶 我看到 譬如你裝修 你都可以說真的見仁見智 如果你作為一個租客 譬如一個短租 現在很流行的 兩年起三年子 他都跟你很大 譬如最近加租 你全港都知道 其實那個通脹 猛於虎最頭號 就是因為租金調升 接著就是食物 其他相關的東西 通脹提升了 但在租金那裏 一到兩三年 就麻煩你 你想要逐租都不行 要不就加你五成 甚至最近 你看銅鑼灣加到100% 百分百 都不知怎做 當你要交物業 給業主的時候 你要拆到去白窩 即變回白牆 但我覺得 你尚且可以說過 你未必合我的口味 下一手租客未必接到手 但我覺得作為一個良心企業的發展商 或者一個業主 你應該有責任血 如果你做多一點點 去協助減少碳排放 你應該在那個 真的有誘因的 給你獎利的 給你分利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譬如有一些基建的東西 譬如說有些硬件 包括一些水喉的硬件 譬如有這個所謂的大喉 或者總電站 就是E&M那裏 你的電錶拉喉進入你的部份 中間這些都要拆 是的 譬如風火水電煤 我們所謂的簡稱風火水電煤 有些最主要的冷氣管 發射 電纜 電煤 電煤 這些東西跟裝修其實是無關的 如果你用了兩三年其實很新 亦都可以 你說我們要專業人士去專業人士去專業 他是不是OK 那就驗了 但你要拆到變回零 你都對不起地球 不是有錢就可以做的 是的 所以應該交給設計師 一個很考驗來的 如果有足夠的獎勵 鼓勵 其實一個建築師或建築師 可以將舊裝修改裝回到 其實是用得翻的 是的 這件事我都想贊在英國的政府 英國的政府特別在倫敦 外牆要維護當年的歷史的形態 外牆想保護古典 有歷史文物的價值 他們成外牆有些藥水 是教你怎樣去洗 令到他不是說你有錢就要拆掉 他就起新專長 他根本就是不接受這些新專長 否則你無緣無故拆掉 官非你也有得受 但有個行業是絕對可以做的 就是傢俬翻修 其實我們的梳化椅 可以做十幾二十年 以前有個行業 就想你家裏幫你翻新你的傢俬 但現在最慘的是 在國內大量的傢俬 最重要是香港 香港的傢俬市場比較混亂 但如果我們可以 有一個政府的鼓勵 譬如你在裝修那邊 你用多少可以是二手 或者再循環的傢俬 來找一些獎勵給你 變成那些傢俬就不用全放進去前區 一張傢俬 譬如一張大的梳化椅 其實有兩個物件很容易分開 一個是膠組件 一個是木板 其實很多市民經常說這個問題 其實應該一開二已經脫開它 我覺得這個在回收方面 其實政府根本連這些地方 都沒有安排過給業界 其實他想做這行 其實說得難聽一點 這些是低技術的行業 亦都大量製造一些工種 勞覆局都舒服一點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都很值得去關注 所以今集我們講到 在環保的角度 不僅我們一些可以回收的物品 可以減低我們的堆填區壓力 再加上今個星期 最熱話就是這個不織布袋 變相亦都加大了我們堆填區的壓力 變相如果我們綠色的環保村屋 或者以致我們一些令到減少 即是拆遷建 或者令到市民生活的可以改善 其實真的可以令到我們更持續發展 是的 因為始終大家在源頭都在想 好過每次都在堆填區 其實堆填區很多東西是用得回的 是啊 是啊 我看到很多 其實就算腐爛食物 都可以放在廚房裡去處理 即是可以再做食物 或者那些肥田料不是食物 變成真的可以做到垃圾不落地 零排放 新加坡是可以的 是的 台灣也是一樣 但已經沒有堆填區了 是的 都是要說 如果亞洲地區包括剛才說 台灣 新加坡 日本 他們都做到3%至16% 是現在說 把握堆填區 亦都在目標零排放 我相信 接下來他們的環保和回收項目 真的做得很積極 我們香港真是不能怠慢 寶職 我們今集說樓宇維修 包括僭建 另外說了另一個議題 就是關於環保範疇 是的 下一集我們會說什麼 我應該說日常生活 每個人都會面對的問題 就是樓上漏水 好的 希望大家留意著 其實很多居民都面對 就是樓上漏水 你叫它 叫它又不整 涉及兩個聯合辦事處 包括屋宇處和水務處 其實專業動力 就對這個範疇最熟悉的 是的 可能我們下個一集 有些專家 胡工程師 很想上來和大家分享他的見解 好 我們希望和大家繼續分享 下個星期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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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